在今天白天天氣形態來說 有華南雲帶的東移 但是零星的降雨狀況 只有在這北部地區早上的時候有出現 但是今天北部地區雲亮多 南部地區天氣晴 我們就來看看今天的三個之最了 最暖和的地方今天就不在北部了 而是在南台灣的台南的永康 中午的高溫可是到了33度的高溫 所以要提醒大家 中午天氣熱 戶外活動 記得要多喝水 不過白天的陽光牆 在中南部地區的高雄跟屏東 紫外線可都在那過量級之上 明天全台灣在中午之前 紫外線都是一個偏強的狀況 但是到了下午反而會有 午後真雨出現了 不過在夜晚時刻還是要留意 天氣是偏涼的 最涼的地方在宜蘭21.6度 天氣形態來說 明天後天都會有午後真雨 但是到了禮拜五的時候 封面雲帶就要捷徑了 我們就來看一下衛星雲圖 從衛星雲圖上我們先注意 一大早的時候 剛好有些華南的雲帶東移 有沒有看到就是這個雲層 正在逐漸的東移之下 而使得中部以北雲量多 但到下午以後 整個水溪帶逐漸的往 琉球尋島東方的海面移動了 台灣上空的雲層量來說 正在逐漸的減少 但南台灣今天依然是陽光露臉 支流封面 目前是在江南到華南的位置 明天仍然停留在這個位置 還不會出來 所以對於我們的天氣來說 封面前沿吹著西南風之下 中午以後在這西半部的山區部分 北部的山區都會有午後震雨出現 但到了禮拜五 北方的高壓系統南下 星期四晚上 封面雲帶就要接近台灣上空了 來看看今晚到明天的溫度了 晚上的溫度形態來說 在馬祖金門還是頗有涼意 但馬祖金門還要注意是 夜晚有霧的狀況 台灣本島部分 早晚天氣偏涼 但中午的溫度 從北到南都有在30度的高溫 可是下午以後 在山區部分跟北部地區 都會有些午後震雨 小丁寧提醒你兩件事情 第一個 夜晚有局部性的霧 行車方面注意安全 還有中午天氣熱 互玩活動 記得多喝水